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艺术大家节目 聊内容包括 1.梵高星夜 星光下的狂热笔触 2.悲惨时节音乐剧《革命与希望》的交响诗 3.阿凡达电影《一星世界的视觉奇观》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梵高星夜 星光下的狂热笔触 好的,让我们一起走进梵高的星夜 这幅画不仅是艺术史上的一颗闪亮之星 更是狂热笔触下的宇宙奇观 首先,想象一下梵高当时的情景 一位红发的荷兰人 坐在法国南部一个精神病院的房间里 用他那刚刚自学不久的法语跟院长说 他想在夜里画星星 院长可能想,好吧 只要他不是在试图用画笔刺人 让他画去吧 于是,我们有了C.A.A. 这幅画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的笔触 梵高的笔触就像是他情绪的直接输出 每一笔都充满了狂热和动力 当你仔细观察这幅画时 会发现这些笔触在夜空中 形成了旋转和跃动的效果 彭佛整个宇宙都在这片小小的画布上旋转 这种感觉就像是梵高用画笔补出了宇宙的心跳 而且梵高在这幅画中使用的颜色也非常独特 他没有选择黑夜中常见的黑色或深蓝色 而是选择一种充满活力的蓝色 让整个画面看起来既梦幻又充满活力 这种颜色的选择让人不禁想问梵高 你确定你当时不是在画白日梦吗 当然我们不能不提到画中那些灿烂的星星 这些星星不是静静地躺在夜空中 而是像是在跳舞或者更像是在宇宙中爆炸 梵高似乎在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有光芒存在 而这光芒是如此的美丽和动人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那棵蜿蜒的柏树 它在画面中占据了如此显眼的位置 有人说这棵柏树代表了梵高对生命的渴望 也有人说它代表了梵高内心的狂乱 不管是哪种解释都无法否认的是 这棵柏树就像是梵高的情感喷发孔 将它内心的风暴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 总之星夜不仅是一幅画 它更像是梵高对宇宙的一封情书 充满了对生命自然和宇宙之美的狂热和敬畏 透过这幅画梵高似乎在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也总有一束光在等待中摆住我们 而这或许就是星夜能够跨越时空 成为永恒经典的原因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悲惨世界》音乐剧《革命与希望》的交响诗 《悲惨世界》 这部音乐剧不仅是一场听觉的盛宴 更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带领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19世纪的法国 见证革命的火焰如何在人民心中燃烧 但我们先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悲惨世界》的角色们有了社交媒体 他们的贴文会是怎样的 瓦尔让基 反而及人可能会发布健身挑战的视频 展示他如何一手举起马车 而贾维尔加文则可能会在推特上发布寻人启示 寻找头份 瓦尔让 现在让我们正经起来深入探讨这部音乐剧的核心 《革命与希望》 《悲惨世界》基于法国作家维克多余果的同名小说 这部小说是对19世纪法国社会的深刻反应 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公与贫困问题 音乐剧通过宏大的叙事和感人的旋律 将这些主题转化为一场视听盛宴 让观众在享受音乐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作品深刻的社会意义 《革命》是悲惨世界的重要主题之一 音乐剧中的青年学生们代表了对不公不义的反抗 和对更美好未来的渴望 他们的歌曲如红与黑 Red and Black 和听到人民唱歌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不仅是对自由的渴望 也是对革命理想的高唱 这些旋律激励了无数人的心 可为了抗争与希望的象征 《希望》是贯穿整部音乐剧的另一条主线 《歪而让》的故事 从一个因偷面包而被囚禁的囚犯 到最终成为一位正直的商人和慈爱的监护人 展现了人性的光辉和救赎的可能 它的旅程让我们相信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希望的光芒也从未熄灭 《悲惨世界音乐剧》就像一首交响诗 欧歌著革命与希望 即使面对悲惨与绝望 人类的精神仍能熬手挺立 向主光明前行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悲惨世界》的旋律时 不妨想想 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剧的演出 更是一次心鸣的洗礼 一次对人性深处 希望与梦想的探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阿凡达电影 《异星世界》的视觉奇观 当我们谈论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 我们不仅仅是在讨论一部电影 而是在讨论一次跨越星际的视觉盛宴 一次让你坐在电影院里 却感觉自己在一星探险的奇妙之旅 阿凡达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它更像是一个宇宙级别的主题公园 每个观众都能拿到一张 前往潘多拉星球的VIP通行证 首先让我们谈谈潘多拉星球上 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生物 如果你以为地球上的动物多样性 已经足够丰富 那么潘多拉星球上的生物 会彻底颠覆你的想象 这里有会飞的山 没错 没错 你没听错 是会飞的山 这些山挑幅在空中 就像是大自然在说 重力 那是什么 能吃吗 然后还有那些Navi人 身高几米 背巴以及与自然界的神秘联系 让人不禁想问 他们的健身房在哪里 我也想申请一个会员 阿凡达的视觉效果是如此震撼 以至于观众离开电影院时 几乎都会经历一段 潘多拉星球蓝吊起 因为现实世界与电影中的 潘多拉星球相比 显得有些平淡无奇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通过 3D技术将观众 带入一个意识界 更是通过其精妙的视觉效果 让人们对生态保护 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有了更深的思考 而詹姆斯·卡梅隆导演 这位好莱坞的魔术师 似乎拥有穿越到未来世界 然后带回先进技术 来制作电影的能力 他不仅仅是创造了一个视觉器官 更是推动了电影技术的革新 阿凡达的制作过程中 使用了大量的动作捕捉技术 以及创新的3D拍摄技术 这些都为电影行业的发展 树立了新的标杆 总之阿凡达不仅仅是一次视觉上的盛宴 更是一次心灵上的触动 它让我们思考什么是家 什么是属于我们的地方 以及我们与这个星球上其他生命的联系 像是当你抬头仰望星空 不妨想象一下 也许在某个遥远的星系中 有一个蓝色的Navi人 正在回望着我们 想象着地球上的生活是怎样的 总之 梵高的星夜 悲惨世界的音乐剧 以及阿凡达的电影都是艺术领域的瑰宝 它们通过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深刻的主题 让我们重新审视生命 自然和人类的关系 无论是梵高的狂热笔触 悲惨世界的革命与希望 还是阿凡达的视觉奇观 它们都在向五轮展示了不同的世界和观点 所以 让我们一起欣赏 探索和讨论这些作品 分享我们的想法和观点 也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读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